江湖逢庙人,游女笑天真,庙侠留香酒,又走桃花运。 楚留香忽然转过了头,就看见了跟踪他的那个人, 这个人穿着一件淡青色的春衫,袖子窄窄的,适样时薪,上面都绣着宝蓝色的花,配的一条长可及地的宝蓝色的百折裙。 楚留香对他的第一印象是,这个女孩很懂得穿衣服,很懂得配颜色。 她平平平平地站在甲山旁,低着头,咬着嘴唇,一双牵牵玉手,正在轻轻地拢着并边那被春风吹乱了的头发。 楚留香对他的第二个印象是,这个女孩子的牙齿,手都很好看。 这个女孩脸上带着红润,艳如朝霞,一双黑白分明的双眼,正在偷偷地瞟着楚留香。 楚留香对他的第三个印象是,这个女孩的全身上下都好看。 其实,楚留香并不是第一次看到她,她就是刚才在寿堂里站在她旁边的那个女孩子。 只不过楚留香刚才并没有看清楚。 在那么多人的面前,楚留香实在不好意思看,现在可以看了。 能够仔细地欣赏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孩,那实在是一种很大的享受啊。 这个女孩的脸更红了,突然一笑,奄然说, 我叫艾青,她第一句话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 楚留香倒也没有想到,但是她却懂得, 女孩子肯在一个陌生的男人面前说出自己的名字, 那至少就表示她对的这个男人,不讨厌。 爱青逼着头,刚才要不是你啊,我简直,我简直非死不可了。 楚留香笑了笑,嗯,只不过为了个屁,就要去死, 这种事实在是不能够了解。 楚留香笑了笑,爱青又说, 救命之恩,我虽不敢言谢,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,才好啊。 她越说越严重了,抽留香只要笑着笑说, 那只不过是一件小事,怎么能够谈得上是救命之恩呢? 在你说来是小事,在我说来却是天大的事, 你,你要是不让我报答你,我,我。 爱青忽然抬起了头,脸上露出了很坚决的表情, 我,我就只好死在你的面前了。 楚留香愣住了,她做梦也想不到, 她,她会把这种事情看得这么严重。 爱青好像害怕,她不相信,又补充着说, 我,我虽然是个女人,但也知道, 一个人若想在江湖中站住脚,做事就得恩怨分明。 我不喜欢人家欠我的情,也从不欠人家的, 你若不让我报答你,你就是看不起我, 一个人若是被人家看不起,活着还有什么意思? 她本来好像很不会说话,很温柔,很害羞, 而这番话却说得是又响又脆, 几乎有点像光棍的语气了。 楚留香苦笑着说, 那,那你想怎么报答我呢? 爱青郑重地说, 随便你要我怎么报答你, 我都答应。 她的脸上起了一阵红韵, 但是眼睛却直视着楚留香, 说话的声音之中, 更是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诱惑。 大多数男人听了这种话, 看到这种表情, 那都一定会认为这个女孩子是在勾引她, 因为男人多多少少都免不了有点自作多情, 不明白她这个意思的男人, 不是聪明的可怕, 就是笨得要命了。 楚留香也不知道是真的不懂, 还是假的不懂, 手摸着鼻子, 忽然说, 嗯,嗯,这样吧, 嗯, 你要是一定要报答我, 嗯, 那就给我五百两银子吧。 爱卿好像吓了一条什么, 什么, 你要什么? 楚留香说, 嗯, 五百两银子, 嗯, 没有五百两啊, 减为一半, 一万, 一半。 爱卿瞪她了眼睛, 你不要别的。 楚留香说, 嗯, 我是个穷人, 嗯, 我什么都不切, 只切一点银子, 何况, 一个人若想报答别人, 除了给她银子, 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法子呢? 轻动着她, 本来显得很惊讶, 渐渐就变得很失望, 那烟红的面侠, 也渐渐变得有点发青, 忽然, 她长长的叹息了一声, 想不到你这个人, 竟是个呆子。 楚留香眨了眨眼睛, 我是不是要的太少了? 啊, 是不是可以多要点? 爱卿咬着嘴唇。 一个女人, 要想报答男人, 其实还有更好的法子, 你真不懂吗? 楚留香摇了摇头, 不懂。 爱卿跺了跺脚, 好, 我就给你五百两。 楚留香展颜笑道, 多谢, 多谢了。 爱卿说, 我现在没带在身上, 今天晚上三更, 我送到这里来给你。 说完了这句话, 她丢头就走, 走了几步, 又回头瞪了楚留香一眼, 恨恨地说, 真是个呆子。 楚留香望着她转过了假山, 终于忍不住笑了, 而且仿佛越想越好笑。 除了她之外, 居然还有别的人在笑, 笑声如银铃, 好像是从假山的里面传出来的。 诶, 楚留香倒真是吃了一惊, 她真没有想到, 这个假山是空的, 而且里面还躲着人。 一个人, 已从假山里探出了头, 还在笑个不顶。 楚留香也跟别的男人一样, 喜欢把女人分门别类, 只不过她分类的方法跟别人多少有些不同, 她把女人分成两种, 一种爱哭的, 一种爱笑的, 爱笑的女人通常都很美, 笑得很好看, 否则她也许就要选择哭了。 楚留香看过许多很会笑的女人, 但她却不能不承认, 现在从假山里探出头来的这个女人, 比大多数的女人笑得好看得多, 不但好看, 而且好听。 她的眼睛不大, 笑的时候眯起来, 那就像是一双弯弯的心月。 楚留香本来喜欢眼睛大的女孩子, 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承认, 眼睛小的女孩, 那也有迷人之处了。 事实上, 楚留香简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迷人的眼睛, 她简直看得有些痴了。 这个女孩痴痴地笑着说, 看来她说得一点都不错, 你呀, 真是个呆子。 楚留香眨了她眼睛, 呆子有什么不好, 呆子至少不会偷听别人说话。 这个女孩瞪着眼睛说, 谁偷听你们说话, 我早就在这儿了, 谁叫你们到这儿的? 楚留香说, 你好好的躲在假山洞里干什么呀? 我高兴。 天大的道理, 也抵不上高兴两个字, 楚留香知道自己又遇上了个不讲理的女孩了。 她常常提醒自己, 绝不要去惹任何一个女人, 更不要跟女人去争辩, 你甚至可以打她, 但是绝不要跟她争。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, 笑了笑, 准备开步走, 我惹不起你, 总躲得起你吧。 随着这个女孩却突然跳出来说, 嗨, 刚才那个小姑娘好像在勾引你, 你知不知道? 啊? 我不知道。 她说的那些话, 你难道真的一点都听不懂吗? 嗯, 假的, 这个女孩笑了。 原来呀, 你并不是呆子。 楚留香说, 我只不过不喜欢女人勾引我, 我喜欢勾引女人。 这个女孩瞟了她一眼说, 嗯, 那, 那你为什么不勾引我? 楚留香终于也忍不住笑了。 嗯, 哈哈哈哈, 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勾引你? 这个女孩就说, 嗯, 那, 那你至少应该, 应该先问问我的方明嘛。 好, 请问方明。 我叫张姐姐, 工长张, 清洁的姐。 哦, 张姐姐。 嘿嘿, 不敢当。 怎么一见面, 就怪我叫张姐姐呢, 真是乖孩子。 她话没有说完, 自己已经笑得弯血了腰。 楚留香简直有点要笑不出来了, 她虽然并不时常吃人的豆腐, 但是被女人吃的豆腐倒还真是生平第一回。 张姐姐不等楚留香回话啊, 笑得又说, 小弟弟, 你叫姐姐干什么呀?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, 哎呀, 原来啊, 你还是个小孩子, 谁有小孩才喜欢占人的便宜。 张姐姐眼波流动。 啊? 你看我像小孩。 她不像, 她身上最迷人的地方并不是眼睛。 臭流香干咸咸了两声, 费了很大的力气, 才将目光从她身上那最迷人的地方移开。 张姐姐痴痴地笑着说, 嘿嘿嘿嘿, 哎, 怎么不说话了? 嗯, 嗯, 我不说话的时候, 你最好小心点。 为什么? 因为我不动口的时候就表示要动手了。 楚留香的眼睛又瞪着她那身上最迷人的地方, 好像真的有点要动手的样子了。 张姐姐不由自主地伸手挡住了, 说, 嗯, 你敢? 楚留香呲牙咧嘴, 我, 我不敢。 她的手已经开始动了, 张姐姐叫呼了一声, 掉头就跑, 大声地喊着说, 原来你不是个呆子, 你是色狼。 楚留香看着她转过了假山, 刚松了一口气, 谁谁她突然又冲过来了, 瞪着眼睛说, 小色狼, 你听着啊, 你既然已经勾引了我, 你要是还敢跟那姓战的小姑娘勾三搭四的, 嗯, 你小心我打破醋坛子啊。 牵动手的不是楚留香, 而是她, 她忽然抬起了手, 在楚留香的头上, 重重地敲了一下, 一溜烟地走了。 楚留香一只手摸着头, 一只手摸着鼻子, 又好笑又好气, 但也不知道为了什么, 心里有点甜丝丝的。 楚留香不是香巴佬, 但是这样的女孩子还真是没有见过, 见过这种女孩的人只怕还没有几个。 突然听见有人笑着说, 我听见有人在骂四郎, 就知道准是你, 你果然在这里。 楚留香用不着看就知道, 胡铁花来了, 所以她根本没有看, 却叹了一口气, 喃喃地说, 哎, 可惜啊, 可惜啊, 我真替你可惜啊。 可惜什么? 可惜你, 措施良机啊。 啊, 措施良机? 刚才这里姐姐妹妹一大堆, 谁叫你溜走了的? 这么说, 好像我一走, 你就交了头回去了。 哈哈哈哈, 好像是,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, 嗯, 我呀, 我别的不佩服你, 我就佩服你这个吹牛的本事。 当然还有, 还有, 还有放屁的本事。 哈哈哈哈哈哈, 听说你刚才放了个全世界最想的屁。 楚留香悠然说, 想屁人人会放, 只不过各有巧妙不同而已啊。 啊, 什么巧妙? 你要知道, 我那一屁放出什么来? 哈哈, 你每天至少想放十个。 嗯? 除了臭气, 你还能放得出什么来? 我知道你不信, 等到明天的早上, 你就会相信了。 嗯? 我不能等。 为什么? 因为我们这去要走了, 而且是非走不可。 谁? 谁非走不可? 我们呢? 不我们, 我们的意思就是你和我。 我们? 为什么走? 因为再不走立刻就有麻烦上身了。 你是说, 有人要找我们的麻烦? 没有别人, 只有一个人。 谁啊? 君灵智? 这我留相笑了。 他要找也是找你的麻烦, 绝不会找到我的头上。 嗯? 那你难道不是我的朋友? 他要找你什么麻烦? 啊, 难道是想嫁给你? 蝴蝶花立刻变得愁眉酷脸,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 嗯, 你点儿不错。 哈哈哈哈, 那么, 你不是正好娶了他吗? 你本来不是喜欢他的吗? 嗯, 本来是, 可是现在, 现在, 他已经喜欢你, 所以你就不喜欢他了, 是不是? 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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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蝴蝶花忽然一拍巴掌, 对了, 哎呀, 我本来一直想不通, 为什么, 被你这么一说, 哎, 可真把我给提醒了, 你呀, 这就是你的老毛病, 你这个毛病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改得了? 蝴蝶花愣了半天苦笑着说, 嗯, 就算我还喜欢他, 可是你想想, 我怎么受得了那些姑姑啊, 婶婶啊, 叔叔啊, 拜拜呀, 不说别的, 就说磕头吧, 磕头? 对呀, 磕头, 我要是取了金明志, 岂不是就变成了他们的晚辈了, 逢年过节, 是不是要给他们磕头啊, 就算每一个人只磕一个头, 我那就得变成了磕头虫, 哈哈哈哈, 丑刘湘笑了, 蝴蝶花接着说, 嗯, 别的都能做, 磕头虫, 万万做不得, 你呀, 你反正总得找出理由来为自己解释, 蝴蝶花又瞪起了眼睛说, 我只问你, 你走还是不走, 褴蝶香说, 嗯, 我不走, 行不行? 嗯, 不行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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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酒铺, 很小的酒铺, 褴蝶香既不是个很节省的人, 也不欣赏这种小酒铺, 他到这个小酒铺来, 完全是因为蝴蝶花坚持要来, 蝴蝶花认为这里比较安全, 金灵芝就算要追他, 要找他, 也不会到这种小酒铺来, 金灵芝想不到, 他们会在这种地方喝酒, 但这种小酒铺,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, 这里至少很近, 尤其到了夜深的时候, 非但没有别的客人, 连电火都在打磕声, 褴蝶香不喜欢有别人在旁边听他们说话, 更不喜欢别人看到蝴蝶花的醉态, 蝴蝶花现在就算还没有喝醉, 可是距离喝醉的时候已经不太远了, 他趴在这桌上, 一只手抓着酒壶, 一只手抓着褚柳香, 喃喃地说, 你虽然是我的朋友, 可是你不了解我, 一点都不了解, 我弟痛苦, 痛苦啊, 你根本一点都不知道啊, 痛苦, 褚柳香说, 你痛苦, 痛苦, 痛苦, 非但痛苦, 而且痛苦得要命啊, 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痛苦, 蝴蝶花说, 金灵芝虽然有点任性, 可是谁也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, 人长得漂亮, 漂亮, 你不承认, 丑柳香说, 我承认, 蝴蝶花把酒壶重重地往桌上一睡, 我, 我放着这么好的女孩子不要, 放着那么多好的酒不喝, 我却要到这个地方来喝这种马尿, 我不痛苦, 谁痛苦, 丑柳香说, 谁叫你来的呀, 啊, 我谁叫我来的, 我, 好像是我自己, 丑柳香说, 你自己要找罪兽, 怪得了谁呀, 可是我, 哎, 你不知道啊, 我如果这么一走, 损失有多惨重啊, 蝴蝶花忽然笑了, 用力地拍在她的肩, 哈哈哈哈, 这只能怪你自己, 谁叫你交我这个朋友的, 我自己, 对了, 你起飞, 也是你自己找罪兽啊, 哈哈哈哈, 你能怪谁, 丑柳香也忍不住笑了, 也用力地拍着虎铁花的肩笑着说, 有道理啊, 你说的为什么, 总是这么有道理呢, 他拍得更用力了, 虎铁花忽然就从椅子上滑下去了, 坐在地上发了半天愣, 喃喃地说, 啊, 他娘的, 这椅子怎么只有三条腿啊, 难道存心想, 谋财害命?